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陈淑萍 基隆伴手礼的颁奖典礼 选择在仁爱区的委托行街举办 希望借由活动来带动商圈的人气 这个颁奖典礼是由基隆市长林又昌担任颁奖人 邀请各界贵宾一起来共襄胜举 这是第五届基隆特色伴手礼 获选成果发表及展示会 选在基隆的委托行街 其中老牌的特色伴手礼获奖常盛军 暖暖珍味香饼店 温莎宝 心肝宝贝 菜季食品等都顺利的获选 接受市长林又昌的表扬 其实委托行本来就是大家历史的记忆 在早期的年代这个地方是 全台湾最热闹国来品最多最潮的一个地方 那现在我们在做这个商圈的一个再造 所以这次我们也特别把我们特色伴手礼的成果的发表会 颁奖的典礼举办在这个地方 就希望能够带动这个地方商圈的一个重新的振兴 那当然其实最近大家不断的提到委托行 因为有许多的网路知名的红店 网红店都在这个地方开 比如说像那个玩角咖啡啊 比如说像那个小袋商店 像最好吃的日本料理这个折食 还有包括这个哈哈咖啡等等 现在都在这个地方陆陆续续 有一些特色小店来这个开店了 所以我相信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宣传 还有我们很多特色商品的一个介绍 会慢慢的带动委托行商圈的一个重新的兴起 有机会来这边走走看看 你会感受到很不一样的风情 照片怎么拍都好看 是的我们现在会跟产发处 会不定期的在这个地方举办一些活动 那慢慢的把这个人潮把它带进来 因为委托行旁边其实就是 基隆最热闹的渔市卡玛定 那卡玛定的渔市结束完了之后 其实现在很多人反映说 比如说想吃美食啊 很多地方 所以他慢慢会到这个地方来 那我们把这个地方也连接到 这个孝山路的这个商圈 还有庙口商圈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 会是很多人寻邮探访 然后找这种小店的惊喜 非常值得来探寻的一个地方 市长说有许多新的伴手礼创意十足 超乎他的想象 期待用更多活动来拉抬 我们基隆伴手礼的名气 带动商机 也希望透过活动 把人潮带进委托行街 各界都乐观齐成 因此与会的贵宾 向市副议长林佩祥 市议员同志伟 杨时辰 林敏勋 陈寅 庄敬慎 郑文婷 议长代表等 都给予最大的祝福 而基隆市政府产发处长林青海 跟官销处长曾滋文 也都到场跟获奖代表互动 提供意见 记者洪日升 基隆报道 寻求连任的基隆市立委蔡世英 后援总会办公室举行揭幕典礼 包括基隆市长林佑昌 及民进党籍 还有五党籍多位市议员 都站台立挺 蔡世英强调 竞选团队不分党派 不分颜色 立挺蔡世英 就是立挺基隆 希望选民再给他一次四年机会 立委蔡世英后援总会办公室 揭幕典礼上 市长林佑昌出席立挺 高喊总统立挺蔡英文 立委挺蔡世英 还赠送一顶冠军帽 祝福蔡世英高票当选 有一点 我们的市民好朋友 你说 不过常常看到蔡世英 我让大家报告 如果我们基隆市算出来的理由 让你每天都在街路 还是你走团 你困难 你送中 他哪有时间 你中央帮我们去青春医生 他哪有时间 你报告帮我们穿针引线 他哪有时间 照到国会的议党 去报告收到这顺 他必须一种医生 要来投出来 来支持我们基隆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市长林佑昌 大战蔡世英是公民监督国会联盟 评选的优秀立委 话锋一转 提到上周到屏东看设计展 顺道去高雄 却提到高雄人选了一名绕跑市长 让大家很闷 高雄七 所有高雄的市民 很多人都觉得很闷 因为现在高雄市政府 等于是无政府的状态 赛世英后援总会办公室成立 总会长尤其安公主委佟永担任 包括民进党籍 无党籍市议员 及地方市政 里长都到场立挺 蔡世英更是喊出 不分蓝绿党派颜色 基隆人一起挺蔡英文 一起挺蔡世英 今天是我们后援总会的执行办公室成立 那也代表着我们选担正式的起跑 那我们的救援总部 我们的后援总会非常高兴 我们邀请了国社顾问童勇 来担任我们后援总会的会长 那也感谢市政顾问陈东才 来担任我们的执行长 那这样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组成 就是一个不分蓝绿跨党派的一个组成 我们希望就是之前我一直标榜的一个概念 我们不分蓝绿不分颜色 一起为基隆来努力 那今天后援总会办公室的成立 就象征这样开始的第一步 包括我们的看板 也是粉红色色系的 就代表着我们一个跳脱过往不同的颜色 那还是要感谢大家 继续来支持蔡世英 此外蔡世英更是细数四年来的政绩 包括军港迁移 快捷公车 沉寂转运站等等 与市长年后插一起搭配 为推动市政建设努力 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的1579 中正到台北线落成 我们在前两年 2088从仁爱区跟八斗子到台北落成 还有一个1088床暖暖 这一些快捷公车的路线 就是让我们的市民生活的更方便 市民方便 就会觉得城市住起来快乐快乐 除此之外 我们也推动新的客运转运站 本来找没地方 结果我们来跟台铁协调 用台铁的上面 来建立个我们的客运转运站 本来没钱 我们巧合到现在多少 有六亿的预算 来做我们的客运转运站 这是为什么 就是希望让我们的鸡人来进步 让我们的鸡人 鸡人 不要觉得在等客运的时候 好像在一个落后国家 落后城市 市长林又昌 立委蔡思应 及民进党及市议员一致排开 展现最强气势 希望明年投票日 总统立委都开出红盘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道 基隆市嘻哈文化推广协会 在港务公司机港大楼二楼 举办一个街舞大赛 这是由立委蔡思应所大力推动 希望年轻人多从事正当活动 挥洒汗水 现场的气氛十分的摇滚 来自全台湾各地的街舞好手 齐聚一堂 共同观摩各家的独特舞技 让人感觉到年轻人的活力跟热情 我觉得基隆应该要多一点 这种街头艺术文化的运动 那近年来很多的台北 台中高雄甚至国外 都非常盛行这种 Breaking街舞这种运动 那青年奥运上 在今年也有举办一样的比赛 那我们训练很多小朋友 跟年轻的高中生们 大学生们 他们的目标都是 往世界去迈进这样 那这种的比赛 刚好可以让大家来小试身手 这种地区型的小比赛 很适合新手们 或是中阶级的们 来这边挑战一下自我 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运动 年轻人的活动是非常多的 那基隆的街舞其实是长期也都非常的风行 很多人如果经过文化中心 都会看到文化中心 前面有很多的小朋友 在练习街舞 所以这一次 由我们台湾世纪文化协会 特别来举办一个世纪杯的街舞比赛 那我们希望发掘更出 基隆优秀的这样一个年轻的人才 跳舞人才 那其实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在去年 我们在立法院其实有办了一个 基隆跟嘉义的街舞对抗赛 那当时我就觉得说除了这个在国会办一个对抗赛之外 在我们基隆未来能够让大家有一个以武会有的 这样一个好的时机点跟机会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也感谢港湖公司提供一个很好的场地 让大家来做这样的表演 那目前来看整体个人赛有100组报名 那三对三的对抗赛有将近40组的报名 那我相信今天表演出来的结果 我们会全程直播 让所有的好朋友对于街舞有兴趣的 都可以能够上网 能够及时来看到我们最新的表演 那也为我们心中最理想的 最能够代表基隆的街舞那一队给他加油 对于街舞那一队给他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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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ING BREAKING這個運動對不對 它除了你們所知道的頭轉 風車或者是一些湯馬式迴旋 這種動作是旋轉 它有蠻多像Style Move 地板上的踢腿動作 它很多 這個藝術運動 它需要把這些困難的動作合在一起 然後用你的創意 用你的想法去改變它 去創造它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藝術型態的運動 所以我才會這樣講 運動跟運動 藝術歸藝術 但是這個是比較綜合在一起 它需要一些創意 但它又需要很強的體能 對… 這個大賽分為三人組跟個人組 大家都在這麼熱情的氣氛當中 享受街舞運動的獨特魅力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 為了幫助逆境中奮發向上的學子 基隆市清安宮舉行清韓學生獎學金頒獎典禮 共有187人受獎 而這項獎學金從民國94年頒發至今 已經有2500多名學生受賄 獎助學金頒發典禮上 學生們一致排開 來自基隆市各大專院校 高中及國中在校生 及清韓學子們分別獲得 1萬元至3000元不等獎助學金 清安宮藉此鼓勵孩子們 永不放棄奮發向上 各位同學讚讚讚 清安宮從94年開始 年年頒發獎助學金 獲獎同學在師長及清安宮委員們 檢證下獲證獎助學金 基隆地檢署檢察長柯麗玲 及多間學校校長都親自到場感謝 檢察長特別指出 新希望育苗助學金 鼓勵許多即需要被關懷孩子 給了他們自信心和溫暖 所以今天得獎的所有得獎 得到獎學金的 助學金的這些 無論是親自前來的家長 或是今天親自前來的同學 大家都應該給自己一個讚 因為這表示說大家對各位的賢定 在座的家長更要以得到助學金的這些指令 以他為榮 我們今天拿到了這個獎學金 是一個福分 希望大家能夠惜福也能夠感恩 更重要的要記得幫助過我們的每一個人 我們將來長大有機會 一樣在做回饋 也像彭主委像所有的這些在場的時候 貴賓所有的公里面的委員一樣 持續的去幫助身邊的每一個人 相信我們都會得到馬祖的庇義 頒獎典禮上受獎同學 及代表領獎家長們踴躍出席 儘管處於逆境 既然供鼓勵他們勇敢面對挑戰 未來有能力時不忘回饋社會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國際輔輪3490地區 共同執行一個公益活動 免費腎臟病預防篩檢 以民眾為本 非常細心的安排了每一個關卡 為民眾的健康安全來把關 這是國際輔輪3490地區 跟基隆市衛生局特別舉辦的 腎臟病預防篩檢活動 在仁愛國小舉行 提供三百位民眾 進行免費的腎臟病篩檢 以及衛生宣導講座 主辦單位出動大批的志工協助篩檢 由於空腹的關係 福人社還提供早餐 讓民眾覺得相當的貼心 福人社是一個以服務為中心的社團 對社會的關懷 所以我們每年對六大領域 各方面 醫療也是我們很著重的一塊 往年 我們從心臟病 心血管 慢性病 然後今年 我們的總監 從開始 從腎臟病的篩選 今年我們發現 腎臟病的篩選是 國家很大的資源的浪費 每年超過五百億的醫療資源消失 所以我們希望說藉由篩選 讓大家能夠提早發現 照顧你的腎臟 出境至聖 百戰百勝 他是不會叫得器官 但是你發現了 他有問題 都會快到末期 這以後你將沒有辦法再回復 只有能夠維持他延續 不要讓他惡化 所以及早發現 及早追蹤 及早治療 然後保障你生命的快樂 讓你生活更有樂趣 所以腎臟病 不是恐怖的病 但是腎臟病 你絕對要重視他 主辦單位還增加了摩采活動 吸引民眾多多來認識相關的衛教嘗試 希望提醒三高的民眾 每年應該至少進行一次檢查 而超過50歲以上合併有三高族群 更是要每半年檢查一次 從預防保健開始 才能夠健康的生活人生 我們這個活動 將在我們3490地區的轄區 新北市 基隆 宜蘭 花蕾 今天基隆市鎖場 我們接著有宜蘭 花蕾 新北市市場 我們將會加會 一千三百多位的病 對社會提供更多的資源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藉由這個資源 我們每年來協助 讓大家能夠過得幸福快樂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 老闆 我要租車 在忙啊 不好意思 十月了 再繳下期營業用車輛使用牌照稅 用手機就可以繳稅啊 對啊 我用行動支付繳稅 只要下載這幾個APP 掃描繳款書上的QR Code 就能自動帶入繳稅資料 還有其他易化繳稅管道喔 這麼方便喔 不只這些 還有其他便利的繳稅管道 就有繳牌照稅的車子 開起來安心多了 一花繳稅真方便 行車上路最順遂 想工作卻跟不上現代科技啊 為了協助銀法族就業 政府提供職訊與津貼補助 各區裡辦公處也定期舉辦 真材活動 歡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 老王老 過不逗逗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媽媽 這座山怎麼了 怎麼光秃秃的 就有人亂挖地把樹木土地挖掉 這都是很危險的喔 嗯 老師上課有說過 這樣可能會引起落石 土石油等災害 很危險 對啊 看著我不只在山上亂挖 就要光機通募去工作 不 發生危險時就要付了 首山戶水 青山流 無聚落石 土石流 為了照顧弱勢邊緣戶 基隆市議員林敏薰特地成立 暖暖最用心幸福食物銀行 由於廣受各界好評 台電協和電廠也主動聯絡 林敏薰議員響應捐贈 為了照顧弱勢邊緣戶 基隆市議員林敏薰特地成立 暖暖最用心幸福食物銀行 由於廣受各界好評 台電協和發電廠也主動聯絡 市議員林敏薰 響應捐贈價值兩萬元的物資 給暖暖最用心幸福食物銀行 幫助需要幫助的 弱勢家庭和民眾 很感謝我們林議員各位 電廠這個機會 能夠共同參與這個食物銀行 我想這個是關懷邊緣弱勢者 非常有意義 電廠在這個機會裡面 也會接觸當地的一些 需要關懷的人 我想這個只是一個開始 我們會持續的繼續往前走 對於台電協和發電廠廠長 親自帶著台電志工們 捐贈給食物銀行物資 一起做公益做愛心 基隆市議員林敏薰 和太太周代毅 也表達感謝和肯定 真的非常感謝我們協和電廠 我們書廠長 以及我們所有的志工好朋友 今天來捐贈我們食物銀行的物資 其實我們電廠這邊 其實也做了很多社會公益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有很多獎學金 或是救助金 緊張救助 然後電廠其實也都有在做 那對於推動社會公益 不遺餘慮 那我們真的很感謝 在一次的應援機會之下 認識廠長跟廠長有聊到 我們食物銀行的運作 那他馬上就說 他希望說以我們這個 就是公益的部分 趕快來捐贈我們這個食物銀行 讓我們食物銀行可以更好的來運作 那也希望說未來不只是只有 暖暖區的食物銀行可以繼續做 那我們也希望說透過這個活動 那可以讓我們 那個金融市每一個行政區 都至少有一個食物銀行 那真正幫助到所有需要幫助的民眾 李敏勳非常感謝社會各界共襄盛舉 他會本著幫助弱勢家戶的初衷 讓暖暖最用心食物銀行 朝永續經營寄住弱勢的目標前進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臺北市觀光傳播局 在11月份前往英國倫敦旅展前夕 邀請歐洲人氣部落客 來臺北進行七天六夜的採線之旅 觀傳局長劉怡婷除了表達歡迎 也邀請他們到大稻城體驗泡茶品名 透過不同的傳播平台 提升臺北在歐洲旅遊市場的知名度 茶道老師優雅的示範如何泡茶品名 讓遠道而來的貴賓看得目不轉睛 臺北市觀光傳播局邀請歐洲人氣部落客 來臺北進行七天六夜的採線之旅 希望透過不同的傳播平台 提升在歐洲旅遊市場的知名度 歐洲其實背包客非常多 來到這邊我們希望他可以做很多 深度性的旅遊或主題性的旅遊 那針對自己想要走的這個主題性 去做一些旅程的規劃 所以在我們這些網紅來到台北的 他平均一禮禮拜的時間 我們會帶大家到可能在台北市目前 所推廣的五大人文生活場域 五大城市博物館 北投 蒙甲 城北 城南等等這些地方 讓他們能夠深入地去走一走到巷弄間 來發現這些我們在主打的 你所未見的台北 那帶回去可以讓更多的旅客 來做一些主題性的或是深度性旅遊的規劃 除了體驗茶文化 官傳局長還化身關主和部落客 進行QA遊戲 最後由來自俄羅斯的媒體工作者 獲得價值五千元的特色伴手禮 和文創商品 他表示特別喜歡大稻城這個地方 這是我第二次去台灣 但第一次去台北 說我喜歡的 我喜歡的全部 全都 這是我第一次去台灣 我已經在台灣 我已經幾天 我喜歡的地方 我喜歡的地方 人們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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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街上很漂亮 也很美味 我認為每個人喜歡吃東西 都必須來到台灣 去台北 官傳局表示 除了積極推廣遠程市場 也希望在2020東京奧運 舉辦時的前後期 吸引前往日本觀賽的歐美旅客 將台灣安排在亞洲旅遊的行程當中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 為了打造節能減碳的永續城市 台北市政府結合15大特約夥伴 透過台北節能劑推廣節能知識 吸引民眾購買節能家電 銷售額推估大約可以創造1.4億度的節能成效 預計減碳 預計減碳量達到7.4萬公噸 相當於192座大安森林公園的碳西負量 我想這個夏季剛剛結束 如果你在看到你自己家裡夏天的電費 應該就知道節能減碳的重要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有更實際的一些政策 來幫大家可以幫大家消費者審下電費 也幫助台北市達到節能減碳 事實上我們計算過 目前台北市住宅的用電 大概占整個台北市用電的30% 所以如果在家電的使用 能夠採用節電的設計的話 應該可以幫助大家達到這個節能減碳的目的 活動中也公佈108年的節能搜查線 發現民眾最常在雨天或是颱風天 在網路上購買家電 另外顛覆一般人想像 男性較常購買清潔型的家電 女性則是常買娛樂型的家電 還有台北人最愛的節能家電 是DC直流電風扇 很多人都在什麼時候購買呢 您猜猜看 壞掉的時候 是 除了壞掉的時候 其實在我們的這個雨天 台風天的時候 是很多人都喜歡在家裡面 在電商購買我們的節能產品 最喜歡的節能家電產品銷售 Top5 請市長猜猜看 第一名是什麼 應該是冷氣機 冷氣機最耗電 結果居然是DC直流風扇 因為DC直流風扇 它除了很省電之外 我們也可以搭配 對 第二名就是冷氣機了 提升這個冷房效果 會中也頒獎給15大特約夥伴 感謝各通路商的協助 傳達市民正確的節能觀念 為台北市永續發展努力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接下來是最近的生活資訊 提供給您參考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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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淑萍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要怎么做呢 我们一起报名 1919爱走动单车陪骑 骑脚踏车做公益 报名费就是急难家庭的救命钱 让我们用行动帮助走不下去的家 给予真幼夫 爸爸运动不发福 欢迎爱好单车运动的朋友参加 上网搜寻 1919单车 高雄厂 11月2号 台北厂12月21号 高雄厂还有剑走喔 我的梦想是当英雄 接下来请收看 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陈淑萍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积极将医疗资源与健康概念带进社区 市立联合医院中校院区与南港区人府里合作 成立南港人府慈悲关怀社区 并进行开幕仪式 未来将透过各项健康活动与社区志工 来深入照顾社区长辈 热闹的带动唱活动带领台下长辈们活络筋骨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校院区与南港区人府里合作的 南港人府慈悲关怀社区正式开幕 将医院的医疗资源与健康照护带进社区 同时也与康宁大学长照系所合作 未来将透过各项健康活动的规划 并结合社区志工 共同来照顾社区长辈 医院现在都要走入社区 就是我们讲说走出白色巨堂 然后直接跟社区的民众接触 然后我们就要把健康带到社区来 那我们希望一开始不要到疾病的时候 再去看到医院区 我们希望能够把健康的概念就带到社区来 尤其我们要针对一些独居 或者一些弱势的族群 包括长者尤其是年纪比较大 而且现在台湾已经迈入老人社会 所以我们对这些需要关怀的人 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专业知识 我们的各团队 各医疗团队 不是只有医疗 包括营养 药剂 还有社工 还有等等 我们都会带到社区来 对于医疗服务与健康保健能走进社区 当地里长与南港区长都相当肯定 那这个活动呢 是说实在是我们医生走出医院 进入我们的社区里面 那谁最受到关怀呢 也就是独居老人尤其先 要不然就是我们长者 今天呢 以上这些长者呢 都非常的有帮忙 也就是说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需求 你只要打针给里长 那里长呢 就会这个窗口 会帮你安排的状况 然后请医师来评估 评估他们就来个医疗小团 到我们湖面来服务喔 这是非常的好消息 也很好措施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中校医院 我们希望这个炮砖引力 从这里开始 然后每一个里每一个里 都来成立关心长辈 因为是高龄化的社会嘛 长照之前我们希望可以 进入分力量 积极推动慈悲关怀社区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校院区 将把健康 医疗 信赖等服务和价值 从医院延伸到社区 拉近医院与邻里间的距离 健全社区的照护网络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 在十一月份前往英国伦敦旅展前夕 邀请欧洲人气部落客 来台北进行七天六夜的采线之旅 官船局长刘怡婷除了表达欢迎 也邀请他们到大稻城体验泡茶品名 透过不同的传播平台 提升台北在欧洲旅游市场的知名度 茶道老师优雅的示范如何泡茶品名 让远道而来的贵宾看得目不转睛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 邀请欧洲人气部落客 来台北进行七天六夜的采线之旅 希望透过不同的传播平台 提升在欧洲旅游市场的知名度 欧洲其实背包客非常多 来到这边我们希望他可以做很多深度性的旅游 或主题性的旅游 那针对自己想要走的这个主题性 去做一些旅程的规划 幽程的规划 所以在我们这些网红来到台北的这 大概平均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会带大家到可能在台北市目前所推广的 五大人文生活场域 五大城市博物馆 北投 蒙甲 陈北 陈南等等这些地方 让他们能够深入地去走一走走到巷弄间 发现这些我们在主打的你所谓的台北 那带回去可以让更多的旅客来 做一些主题性的或者深入性旅游的规划 除了体验茶文化 官船局长还化身官主和部落客进行QA游戏 最后由来自俄罗斯的媒体工作者 获得价值五千元的特色伴手礼和文创商品 他表示特别喜欢大道城这个地方 这是我的第二次在台湾 但第一次在台北 说我喜欢的东西 我喜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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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第一次在台湾 我这里已经几个天 很喜欢国家 人们都很高兴 在街上很漂亮 和食物很美味 我认为每个人喜欢吃东西 都应该来到台湾 在台北 官船局表示 除了积极推广远程市场 也希望在2020 东京奥运举办时的前后期 吸引前往日本观赛的欧美旅客 将台湾安排在亚洲旅游的行程当中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为了打造节能减碳的永续城市 台北市政府结合15大特约伙伴 透过台北节能剂推广节能知识 吸引民众购买节能家电 销售额推估大约可以创造1.4亿度的节能成效 为了推广节能减碳 台北市政府结合15大特约伙伴 透过台北节能剂活动 吸引民众购买节能家电 销售额推估108年 大约可以创造1.4亿度的节能成效 预计减碳量达到7.4万公吨 相当于192座大安森林公园的碳息负量 我想这个夏季刚刚结束 如果你在看到你自己家里夏天的电汇 应该就知道节能减碳的重要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有更实际的一些政策 来帮大家可以帮大消费者省下电汇 也帮助台北市达到节能减碳 事实上我们计算过 目前台北市住宅的用电 大概占整个台北市用电的30% 所以如果在家电的使用 能够采用节电的设计的话 应该可以帮助大家达到这个节能减碳的目的 活动中也公布108年的节能搜查线 发现民众最常在雨天或是台风天 在网路上购买家电 另外颠覆一般人想像 男性较常购买清洁型的家电 女性则是常买娱乐型的家电 还有台北人最爱的节能家电 是DC直流电风扇 很多人都在什么时候购买呢 您猜猜看 坏掉的时候 是 除了坏掉的时候 其实在我们的这一个 雨天 台风天的时候 是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面 在电商购买我们的节能产品 最喜欢的节能家电产品销售 TOP5 请市长猜猜看 第一名是什么 应该是冷气机 冷气机最耗电 哇 结果居然是DC直流风扇 因为DC直流风扇 它除了很省电之外 我们也可以搭配 第二名就是冷气机了 提升这个冷房效果 会中也颁奖给15大特约伙伴 感谢各通路商的协助 传达市民正确的节能观念 为台北市永续发展努力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为在台北市松龙路虎林街口的 四域区民活动中心正式启用 原本的建筑物是做海沙屋 拆除后作为机关用地 但腹地太小 在当地里长联国堂争取下 历经两年时间终于完工 市长柯文哲也亲自进行接牌仪式 希望在活动中心启用后 能够让更多长者参与社区活动 请接牌 市长柯文哲与当地里长 以及市议员一起拉开红布条 宣告四域区民活动中心正式启用 柯文哲表示 希望活动中心的落成 能够照顾更多的长者 里长连国堂说 原本这块地上的建筑是海沙屋 拆除后市府打算规划作为 只能停30辆机车的停车场 效益不大 为了让里民有宽敞的活动空间 里长透过市长与里长座谈会 以及参与式预算方式提案 并且在市议员许淑华的协助下 终于以临时建物的方式 争取到这座活动中心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需要 一个活动场所 尤其我们现在又在推动 这个长照的 这个长青这个乐佛的一些 各种班级很需要 一个很好的空间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 再请许淑华议员 到跟我们那个陈启俊副副市长 一起来现场来会堪 为了这个事情来琢磨 那因为旁边又要 有一些大楼未来会做都更 所以我们现在是做一个 比较简易型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区民活动中心 让民众可以先使用 那等到未来要都更的话 我们再可以变成真盛大楼的时候 我们再来争取另外一个空间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德政 新医区在这个活动中心上面呢 一直以来都有密地的困难 那这一次好不容易 能够找到这样适合的场地 来兴建这样的区民活动中心 造福我们社区的长辈 还有社区的居民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利用 这样的区民活动中心 来做这个社区的健康促进 现场四域里陶笛班 气功班和哲纸班等社区班级 都带来精彩表演 并且展现他们的学习成果 活动中心的落成也将结合社区 关怀照顾据点各项活动 打造高龄友善的社区环境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为了鼓励长泽走出家门 参与社区活动 台北市信义区四域里里长联国堂 结合社区资源举办丰富的课程 除了每周有三天的共餐活动 周一到周六每天也都有各种课程 因此四域区民活动中心的落成 也提供社区长辈们宽敞舒适的活动空间 陶笛班学员这首甜蜜的家庭 吹奏出社区一家人的温馨气氛 折子班的学员也是多才多艺 用手与歌曲进行演出 另外还有歌唱律动班 配合轻快的旋律充满朝气与活力 在里长联国堂的用心下 四域里每周一到周六都安排了丰富的课程 让长者们活到老学到老 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现成的 我们现成那时候服事基金会他们很多志工 他们愿意出来三天都愿意出来帮忙 我们就好那三天都开 那后来又有其他的 我们弄个比较轻松一点的 运动的啦 还有礼拜五上午我们孙靖夫老师 他90岁了 他礼拜五都来这边教导我们 所有的三十几个学员的一个技工 除了各式各样律动手作和才艺课程 里长也结合社区资源 为幼儿和长者安排不同的课程 并且每周三天举办共餐活动 为了让长者吃得健康 里长还特别争取在活动中心设立厨房 方便置工烹煮 之前我们是有跟文卜的工配合 他们有煮完 后来因为有某种关系 我们后来就到外面去买 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蒸起这个厨房 就希望我们自己的志工 能够自己来煮给这些 我们这些长青乐伙班的共餐的长者 大家一起来享用 而且比较干净 比较好这样子 群民活动中心接牌仪式中的影片 满满都是社区活动的成果 里长用心安排课程 争取场地 也希望长辈们都能走出家门 多多参与社区活动 让银法生活更加充实快乐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好 大家早安三 急速上瘾 120枚光线上网 加高画质电影看到宝 每月699 送高画质付费合家餐 及每月电影看片金100元 加码贷送1000元东森购物霸王金 请查普上有线电视公司 或拨打心动专线4128811 勇敢做对的事 捡取会选 绝对保密 爱幸福捡取会选 人人有责 贪腐崩坏 都是因为会选而引起 朋友一起捡取会选 爱幸福捡取会选 人人有责 盖房子打好地基是根本 地基稳固住的人才会安心 只有脚踏实地 一步一脚印才是最实在的 买菜品质新鲜最重要 品质若不好您可不要买 老百姓最怕遇到一些 现在会选的人 将来贪污把我们辛苦赚的钱 放进自己口袋里 为了幸福的将来 不甘拿的就不要拿 应该说的就要说出来 国际辅伦3490地区 共同执行一个公益活动 免费肾脏病预防筛减 以民众为本 非常细心地安排了每一个关卡 为民众的健康安全来把关 这是国际辅仁3490地区 跟基勇市卫生局特别举办的 肾脏病预防筛减活动 在仁爱国小举行 提供300位民众 进行免费的肾脏病筛减 以及卫生宣导讲座 主办单位出动大批的志工协助筛减 由于空腹的关系 福仁社还提供早餐 让民众觉得相当的贴心 福仁社是一个以服务为中心的社团 对社会的关怀 所以我们每年对六大领域各方面 医疗也是我们很着重的一块 往年我们从心脏病心血管慢性病 然后今年我们的总监Ordia 从开始从肾脏病的筛选 今年我们发现肾脏病的筛选 是国家很大的资源的浪费 每年超过五百亿的医疗资源消失 所以我们希望说藉由筛选 让大家能够提早发现 照顾你的肾脏 他是不会叫的器官 但是你发现了他有问题 都会快到末期 这以后你将没有办法再回复 只有能够维持他延续 不要让他恶化 所以及早发现 及早追踪 及早治疗 然后保障你生命的快乐 让你生活更有乐趣 所以肾脏病不是恐怖的病 但是肾脏病你觉得要重视它 主办单位还增加了摩采活动 吸引民众多多来认识相关的胃教尝试 希望提醒三高的民众 每年应该至少进行一次检查 而超过50岁以上 合并有三高族群 更是要每半年检查一次 从预防保健开始 才能够健康的生活人生 我们这个活动将在我们3490地区的辖区 新北市 基隆 宜蘭 花蕾 今天基隆市所长 我们接着有宜蘭 花蕾 新北市市场 我们将会加会1300多位的病人 对社会提供更多的资源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借由这个资源 我们每年来协助 让大家能够过得幸福快乐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基隆办手礼的颁奖典礼 选择在仁爱区的委托行街举办 希望借由活动来带动商圈的人气 这个颁奖典礼是由基隆市长林又昌 担任颁奖人 邀请各界贵宾 一起来共襄盛举 这是第五届基隆特色伴手礼 获选成果发表及展示会 选在基隆的委托行街 其中老牌的特色伴手礼 获奖常盛军 暖暖珍味香饼店 温莎宝 心肝宝贝 菜季食品等 都顺利的获选 接受市长林又昌的表扬 其实委托行本来就是大家历史的记忆 在早期的年代 这个地方是全台湾最热闹 博来品最多最潮的一个地方 那现在我们在做这个商圈的一个再造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把 我们特色伴手礼的成果的发表会 颁奖的典礼举办在这个地方 就是希望能够带动这个地方商圈的一个 重新的振兴 那当然其实最近大家不断的提到委托行 因为有许多的网路知名的红店 网红店都在这个地方开 比如说像那个玩角咖啡啊 比如说像那个小袋商店 像最好吃的日本料理这个折食 还有包括这个哈哈咖啡等等 现在都在这个地方陆陆续续 有一些特色小店来这个开店了 所以我相信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宣传 还有我们很多特色商品的一个介绍 会慢慢的带动委托行商圈的一个重新的兴起 有机会来这边走走看看 你会感受到很不一样的风情 照片怎么拍都好看 是的我们现在会跟散发处 会不定期的在这个地方举办一些活动 那慢慢的把这个人潮把它带进来 因为委托行旁边 其实就是基隆最热闹的渔市 卡玛丁 那卡玛丁的渔市结束完了之后 其实现在很多人反映说 比如说想吃美食啊 很多地方 所以他慢慢会到这个地方来 那我们把这个地方也连接到这个 这个孝山路的这个商圈 那还有庙口商圈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 会是很多人巡邮探访 然后找这种小店的惊喜 非常值得来探寻的一个地方 市场说有许多新的伴手礼创意十足 超乎他的想象 期待用更多活动来拉抬 我们基隆伴手礼的名气 带动商机 也希望透过活动 把人潮带进委托行街 各界都乐观其成 因此与会的贵宾 像是副议长林沛祥 市议员同志伟 楊时辰 林敏勋 陈寅 庄敬盛 郑文婷 议长代表等 都给予最大的祝福 而基隆市政府 产发处长林青海 跟官销处长曾滋文 也都到场跟获奖代表互动 提供意见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寻求连任的基隆市立委 蔡世英后援总会办公室 举行揭幕典礼 包括基隆市长林又昌 及民进党籍 还有五党籍多位市议员 都站台力挺 蔡世英强调 竞选团队不分党派 不分颜色 力挺蔡世英就是力挺基隆 希望选民再给她一次四年机会 立委蔡世英后援总会办公室 揭幕典礼上 市长林又昌出席力挺 高喊总统力挺蔡英文 立委挺蔡世英 还贞送一顶冠军帽 祝福蔡世英高票当选 有一点我们的市民好朋友 你说啊 不然常常看到蔡世英 我让大家报告 如果我们基隆市算材理委 让你每天都在街路 还是你走团 你困难你送中 那看得到的 他哪有时间 你中庸帮我们去政策医生 他哪有时间 你保护帮我们穿针引线 他哪有时间 我们借到国会议党 起来保护帮政策 他比一种义生要来投出来 来支持我们家人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市长林又昌 大赞蔡世英是公民监督 国会联盟 评选的优秀立委 话锋一转 提到上周到屏东看设计展 顺道去高雄 却提到高雄人 选了一名落跑市长 让大家很闷 高雄期 所有高雄的市民 很多人都觉得很闷 因为现在高雄市政府 等于是无政府的状态 如果准央一个市长 可以这样做 这样就不要算了 就算付市长就好了 付市长去做市长就好了 那何必要选这个市长呢 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骗人的 市长如果不定定的 市政很难快速的往前面推动 蔡世英后援总会办公室成立 总会长由秦安公主委童勇担任 包括民进党籍 五党籍市议员 及地方市政 里长都到场立挺 蔡世英更是喊出 不分蓝绿党派颜色 基隆人一起挺蔡英文 一起挺蔡世英 今天是我们后援总会的 执行办公室成立 那也代表着我们选单正式的起跑 那我们的后援总会非常高兴 我们邀请了国社顾问童勇 来担任我们后援总会的会长 那也感谢市政顾问陈东才 来担任我们的执行长 那这样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的组成 就是一个不分蓝绿 跨党派的一个组成 我们希望就是之前 我一直标榜的一个概念 我们不分蓝绿 不分颜色 一起为基隆来努力 那今天后援总会办公室的成立 就象征这样开始的第一步 包括我们的看板 也是粉红色色系的 就代表着我们一个 跳脱过往不同的颜色 那还是要感谢大家继续来支持蔡世英 此外 蔡世英更是细数 四年来的政绩 包括军港迁移 快捷公车 成绩转运站等等 与市长年后差一起搭配 为推动市政建设努力 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的1579 中正到台北线落成 我们在前两年 2088 从仁爱区跟八斗子 到台北落成 还有一个1088床暖暖 这一些快捷公车的路线 就是让我们的市民生活的更方便 市民方便 就会觉得城市住起来快乐快乐 除此之外 我们也推动新的客运转运站 本来找不到地方 结果我们来跟台铁协调 用台铁的上面 来建立一个我们的客运转运站 本来没钱 我们巧合到现在多少 有六亿的预算 来做我们的客运转运站 这是为什么 就是希望给我们的鸡人来进步 给我们的鸡人 市民 不要觉得在等客运的时候 好像在一个落后国家 落后城市 市长林又昌 立委蔡思英 及民进党籍市议员一致排开 展现最强气势 希望明年投票日 总统立委都开出红盘 记者黄绍铭 基隆报导 为了帮助逆境中奋发向上的学子 基隆市清安宫举行清韩学生奖学金颁奖典礼 共有187人受奖 而这项奖学金从民国94年颁发至今 已经有2500多名学生受惠 奖助学金颁发典礼上 学生们一致排开 来自基隆市各大专院校高中及国中在校生 及清韩学子们 分别获得1万元至3000元不等奖助学金 清安宫借此鼓励孩子们 永不放弃奋发向上 清安宫从94年开始 年年颁发奖助学金 获奖同学在市长及清安宫委员们 建政下获赖奖助学金 继续10万年 如果没有休息 没有停过 所以继续努力 我就继续这个服务 好 这个麻烦走劲 基隆地检署检察长柯立林 及多间学校校长都亲自到场感谢 检察长特别指出 新希望育苗助学金 鼓励许多 急需要被关怀孩子 给了他们自信心和温暖 所以今天得奖的 所有得奖的 得到奖学金的 助学金的这些 无论是亲自前来的家长 或是今天也亲自前来的同学 大家都应该给自己一个赞 因为这表示说 大家对各位的肩定 那在座的家长 更要以得到助学金的这些职理 以他为荣 我们今天拿到了这个奖学金 是一个部分 希望大家能够喜福 也能够感恩 更重要的 要记得帮助过我们的每一个人 我们将来长大有机会 一样再做回馈 也像同志委 像所有的这些 在场的所有贵宾 所有的公里面的委员一样 持续的去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 相信我们都会得到麻祖的庇议 颁奖典礼上受奖同学 及代表领奖家长们 踊跃出席 尽管处于逆境 建安工鼓励他们 勇敢面对挑战 未来有能力时 不忘回馈社会 记者黄绍铭 金融报导 以上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淑萍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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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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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